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种实用的口袋结与吊袋结的打法 大家看 首先我们两个手指夹住这个绳 这样缠绕我们这一周之后 练一下的绳子从下方开始缠绕 缠绕的同时我们压住这根单绳 大家看一定要压住这根单绳 开始缠 具体缠绕的圈数根据我们所需要的长度 像我们这么粗的绳子大概缠两圈到三圈 就可以 大家看 完成以后把这个绳头 穿入上方绳眼当中 这个我们事先缠绕拇指这个绳眼 缠绕完成之后拉底这根绳子 大家看 直接收集 提起来没毛病 这就是我们第一种口袋结 解开的时候拉这根绳子 轻松快速的就可以解开了 特别的简单方便使用 第二种 如果觉得第一种更麻烦第二种 大家看 双绳直接拽过来 然后呢 拉出一个绳子 然后第二个绳子直接上这边串进去 收集 解下来的时候拉这个绳子轻松解开 三种 大家看我们把绳子啊 再让对折一下 两头呢 头也给它对洗啊 就这样 然后呢 搭在袋子上 戴上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这样啊 缠的同时呢 咱是从上往下这么缠啊 你缠几圈那根毛病 主要是让这个袋口结实 哎 不透气 不透气之后呢 它就主要一点它是不进虫子 它也不发霉啊 完成之后呢 咱把这个绳头 看 你双子的这个形式 穿入这个绳子当中 看到没 哎 短绳头必须留在外头 别直接全压在里头 把短绳头直接拽回去 这是错误的啊 直接短绳头呢 咱们压在里边 主要是为了咱们解袋口的时候 好解 这样啊 留一个绳套 然后把上方绳子直接这样 移在一起 大家看啊 特别的接着 哎 就这种袋口你到什么时候 它不太透气 看 哎 它不太通通的 然后解开的时候拉这个短绳 你看短绳头是为了解开 哎 一打开就开了 特别的简单 咱们农村过去蹭粮食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大勾秤啊 以前都是那种麻袋 然后勾在麻袋上 然后把它吊起来 但是呢 咱们后来农民呢 发生一种叫做什么呢 发明一种就是吊袋结啊 这个袋口比较长 咱们呢 把它往进微一下 哎 超级简单的一种 吊袋结 咱们在工地上也使用 大家看啊 这是一袋沙子 挺沉 这袋沙子呢 左右20斤 咱们用吊袋结把它吊起来啊 首先把绳子 看见没 折双 这是一段绳子啊 穿入袋口 一部分之后 哎 把袋子这样 收紧啊 穿入里边一部分之后 咱把它收紧 收紧同时 大家看这绳子围绕袋子 我们缠绕一圈 哎 看到没 围绕袋子之后 缠一圈之后呢 从中间的 哎 另一侧把它掏出来 直接拉紧 大家看啊 拉紧之后的效果 我们直接 这一袋沙子20斤 轻松就拿手给提起来啊 你是挂钩 你是钓运 都没毛病 这就是咱们农村常用的吊带节 我们户外装修 家里装修 吊沙子 哎 吊水泥等 就是零散的装修 啊 沙子水泥石子等 都可以啊 就是这种方法 超级简单 看到没 哎 老主中留下的一种技巧 咱们学会的兄弟们给点个赞啊